為了確保香港居民可以逐步有序回香港, 口岸不會過於擠逼而增加公共衛生的風險, 我們會實施配額制度。 現時回港議計劃都有一個這樣的配額制度。 陸路口岸方面,由於現時計劃的名額仍然未曾用盡, 所以我們認為可以維持這個名額不變。 即是說,深圳灣口岸仍然是每日三千個,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是每日兩千個。 至於香港國際機場,由於是新使用回港議計劃, 而且入境檢疫措施和操作安排, 比陸路出入境管制站較為繁複, 所以我們建議先由每日一千個名額開始。 我們會在4月27日零時,即明天,開放預約系統, 公市民預約在4月29日星期四至5月16日期間, 指定日期和口岸回香港的名額。 同時期約會有期間有för。 完成的是新使用回港匯,